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丈夫去世,孩子总在半夜去操场见爸爸,母亲跟踪之后知道真相,痛哭流涕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大家接着往下看。 李霞今年48岁,跟他的老公已经结婚有十多年了。李霞和他的老公还是同事,是一起在棉房厂里面上班的,当时他的老公就对他照顾有加,而且人又特别的细心,在工作上总是能帮李霞解决很多难题。 然后出于礼貌,李霞就经常请他老公吃饭,或者给他买饮料之类的。时间长了,两个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。 其实他们两个人也能感觉到,对方是自己想要找的伴侣。就这样,他们两个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 他们俩谈恋爱有一年多之后,李霞就带着老公去见了自己的父母。 但李霞的父母并不同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,感觉他老公家太穷了。 他们觉得自己的女儿嫁到这么贫穷的地方,是往火坑里跳,怕李霞嫁过去受委屈。 但是他们两个在一起,就感觉非常合适。 他们彼此都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,还是愿意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婚。 当时李霞也是比较执着,一直决定要跟他老公在一起。 他一再坚持努力说服自己的父母。 他的父母看李霞如此执着,也就同意了他们两人的婚事。 好在结婚之后,李霞的老公也特别地能干,跟着亲戚学了一套做生意的手艺。 在老家窗帘批发厂,批发一些窗帘,然后拉着到山区落后的地方卖给人家,给人家安上赚钱。 小两口虽然在外漂泊,但是俩人都很知足,也很能吃苦。 通过他俩的努力,出去有一年的时间就赚了十几万。 然后李霞也检查出来自己怀孕了。 他老公就让李霞在家里安心养胎,自己一个人出去卖窗帘。 从那之后,李霞就安心地在家里相夫教子。 孩子出生之后,也特别地健康,而且也很可爱。 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,他们也已经在县城里买了房子。 一家三口,日子过得也是顺顺当当。 李霞和老公还商量着说,再赚钱了,要再买一套房子,让李霞的父母也搬过来住。 这样,一家人离得近,也方便照顾老人。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,意外却发生了。 李霞的老公在一次外出卖窗帘的时候,发生了车祸,不幸身亡。 李霞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直接就瘫坐在地。 他去看到老公的遗体,真的是心如刀脚。 自己和老公如此幸福的三口之家,一下子就剩下了他和孩子。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,他每次想到老公去世的场景,心里就隐隐作痛。 那无数个夜晚,李霞也都是想着自己的老公默默地流泪,身体也日渐消瘦了起来。 连他三岁多的孩子,他都懒得照顾了,直接送到了私立学校,托管给学校。 吃住在学校半个月才回来一次。 李霞的父母看到李霞一直这样,也不是办法,就主动提出来搬到李霞家里,跟李霞一起住,照顾李霞的日常起居。 大概过了三个月的时间,李霞接到孩子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。 老师跟李霞说,他儿子乐乐最近在学校有点反常,经常睡觉之后又偷偷起来去操场,不知道和谁在讲话。 我问他那是谁,乐乐却说那是爸爸。 可是我知道,您的丈夫在三个月前已经去世了,所以说还是希望您过来看看,我怕孩子是因为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,产生了什么精神疾病。 李霞一听可吓坏了,急忙跟老师说,明天就过去看看孩子。 第二天晚上,他来到学校,陪着孩子玩了一会儿,就把孩子哄睡着了,自己也假装睡着了。 等孩子发现他已经睡着的时候,就偷偷地起床,悄悄地走进了操场。 这时候,李霞也紧紧地跟在乐乐身后,跟踪他走到了操场。 他看到孩子正向一个男人跑去,隐隐约约的,觉得那个男人看起来像自己的老公。 当时李霞有些害怕不敢靠近,就在旁边仔细地观看着。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是谁,又继续揉了揉眼睛,看着真的很像自己的丈夫,但是自己心里面又犯嘀咕。 他是亲眼看见过丈夫的尸体的,最后,李霞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,终于鼓足勇气走了过去。 他大声朝着那个男人喊道,说,你是谁?为什么要冒充我的老公?你想干什么? 那个男人看到李霞过来,也并没有要逃跑,反而是走向了李霞。 李霞心里有些害怕,往后后退了两步。 那个男子突然开口说道,说, 嫂子,你别怕,我是你老公的双胞胎弟弟,你肯定不知道我。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,我就被爸爸妈妈送给了一个娶不上媳妇的远房亲戚抚养了。 李霞听到这里,一下子就呆住了,为什么这件事情老公也从来没有跟自己说过? 眼前这个男子也确实是和老公长得十分相似。 李霞就继续问那个男人说, 你为什么要假扮孩子的父亲? 那个男人就说,因为当时我和大哥相认之后,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,就商量着一起出去做生意。 路上也有个照应,等赚了这波钱再回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 可是,在路上却发生了这样的车祸。 当时是大哥把我墙推出去,他自己却卡在里面的。 大哥告诉我,让我回来娶了你,以后让我代替大哥好好照顾你和孩子,不要告诉孩子他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了。 说着,这个男人他的眼角也泛起了泪话,他说没能把大哥救出来特别地愧疚。 李霞听了之后,心里也特别地难受。 没想到,自己老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却还想着自己和孩子,他失声痛哭了起来。 那现在他也面临到一个问题,一边是刚刚失去自己深爱的老公, 另一边又是老公的遗愿。 老公希望自己跟他双胞胎的弟弟结婚,让弟弟照顾自己的后半生和孩子。 其实,跟老公的双胞胎弟弟结婚也并不是一件坏事。 至少孩子不会知道他的亲生父亲已经离世, 也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父亲在学校遭受同学的嘲笑而自卑。 但是他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人, 他总觉得,老公刚去世,他就马上嫁给老公的弟弟, 好像违背了伦理道德, 担心老公村子上的人会七嘴八舌地在背后说闲话。 现在他也拿不定主意了。 那今天分享给大家之后, 也是希望大家能给他提出一点建议。 大家认为他该何去何从, 是嫁给他老公的双胞胎弟弟更好一点, 还是继续保持现状呢?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和志恒相约, 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 一起幸福。 和志恒相约